打死一只老鼠能赚50块 男人全靠这活养家糊口 结果惹来250只老鼠大军来寻仇 他被逼到死角 脚下一滑 摔到了下面的泡菜缸里 工友恰巧给泡菜缸上了盖 遇上工厂查封 没人知道男人被淹了 就这样100年过去了 工厂已经完全废弃 这天两个熊孩子听说厂里有鬼 所以前来作死 意外打开了泡菜缸的盖子 酷咸的味道扑面而来 突然男人从里面弹了起来 100年过去他居然还活着 政府就此事召开记者会 用科学道理解释 为啥淹了能够长寿 虽然只有一张图表 却得到了在场的一致认可 但是男人兴奋不起来 因为他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 他名叫大林 刚刚得知自己心爱的妻子 早已离世 大林气愤的一拳把科学家揍倒在地 但被研究了一段时间后 他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他在世上还有亲人 是他的曾孙子 年龄和大林一样 长相也一样 两人第一眼就都认出了对方 紧紧地拥抱到了一起 曾孙决定带大林回家 可一出门 大林就傻眼了 各种高科技让他无所适从 他见到出租车 还以为是怪物 差点动手 曾孙只好给他解释 100年后的星期晚一 当大林得知现在所有人 都喝得起飞宅快乐水 马上对新生活有了改观 然后他问起曾孙的工作 没想到一问才知道 现在曾孙竟然是灵活就业人员 独立制作了一款案 然而DoApp早已架构完成 却迟迟没有推出 因为他还在纠结名字 大林听了有些无语 不过很快这事就接了过去 曾孙拿出祖谱 给自己的曾爷爷看 大林看着妻子和儿子的遗仗 不仅有些唏嘘 他让曾孙带他去家族墓地看看 可到了地方 大林傻眼了 100年过去 这里已经完全荒奋 一个硕大的广告牌 架在墓地上面拉屎 正好交到了妻子的墓碑上 大林又悲又痛 上前抹掉墓碑上的污垢 就在这时 有工人来换广告 大林瞬间就怒了 他上前威吓工人撤掉广告牌 但大家都是打工仔 这种事情要找就去资本家呀 工人没把大林当回事 大林只好出手 一个打三个 甚至还想打十个 曾孙拦着也没用 结果就是爷孙两齐齐整整 进入了拘留所 曾孙花光积蓄 总算把两人保释回家 但回到家 大林希望曾孙能花钱撤掉广告牌 话是这么说 但曾孙真的一分钱都掏不出来了 而且更绝望的是 曾孙因为有了暗底 连出售app都遭到了抵制 他告诉大林 如果真想撤掉广告牌 就自己想办法 言语中带着轻蔑 因为他压根不相信 这个古代人能做什么 大林却让他走着瞧 扬言自己最终会打造炮菜帝国 可他来到超市 却发现黄瓜都是有机的 十块一根 打劫都没他们赚得多 而大林都里一毛没有 他又该如何逆袭翻盘呢 工人不小心掉进炮菜缸 不巧被连人带瓜一起腌了 然而一百年过去 男人不仅奇迹生还 还从这老坛中 领悟到酸爽来自便知 这一老坛泡菜独门秘方 他从垃圾桶里 翻出别人不要的黄瓜 和早已过期的盐巴 又找到一些黏糊糊的瓶子 准备好材料和容器 他就要开始古法泡菜的制作 把黄瓜切条放入瓶中 加入致死量的盐 接下来只要再等待一场无根之水 一切就完成了 大林推着小车 摆起了路边摊 很快就吸引到了网红的注意 因为这泡菜 又酸又臭又没有添加剂 还带有百年老字号的名头 于是在网络推动下一泡而红 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全城都为他这泡菜疯狂 记者也纷纷前来报道 大林也趁着这机会 在新闻里公开嘲讽自己的曾孙 曾孙被他气坏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给食物监管局打电话 举报自己的曾祖父 果然第二天 大林就被找上了门要求停售 官方一出手 网红们马上就没了兴致 一晃而散 网络的风向也瞬间发生了改变 痛斥泡菜不够卫生 老谭泡菜一下从全民热谱 变成了人人嫌弃 大林的生意瞬间跌落古典 正当他不知所措时 最初关顾他的两名网友 又给了他新的主意 他可以雇一些大学士系生 帮他打江山 不要钱只要学分 就能让生意变得正轨起来 这一次大林严格把控卫生 亲自传授泡菜秘诀 总算让卫生评级飙升 大林也赚了大笔大笔的马 有了底气 大林第一件要干的事情 就是清理家族目的 把爱言的广告牌拉倒 还这片土地一份清静 然后他来到曾孙家 把私下的广告往地上一摊 狠狠地向曾孙炫耀了一番 然而曾孙内心阴暗到了极点 为了坑曾祖父 他又想到一个损招 怂恿大林建立社交网络账号 发表激进的观点 大林一听确实来了劲 回去就见好 让秘书给他发推 第二天一早睡醒 大林就听到门外人声鼎费 还以为是声音 哪料都是他观点的反对者 一百年前的观点太过实了 就连秘书也看不下去了 瞬间倒戈加入了抗议 大林似乎又要变得重盘清零 然而事实是 他的某些大胆的观点 居然在网络上获得了大好评 他一跃成为言论自由的代表 被大伙推举成为意见领袖 十条热搜九条都是他 虽然大林也不懂 这些人到底在支持他什么 只能一脸猛逼地接受采访 然后成为无情复读鸡 男人被荡成泡菜淹了一百年 不仅没死 还靠一手秘制泡菜 走上了人生巅峰 成为舆论的宠 他发表着来自一百年前的激进言论 挑破种族和性别矛盾 民众却想支持他当总统 这让他的曾孙很不爽 不得不特意伪装 来到辩论会上坏他的好事 他提出一个谁回答谁死的问题 成功勾引天真的大林上榜 差那间 大林的风平反转 成了过街老鼠 走到大街上都要被人扔鸡蛋那种 不仅如此 高层还决定把他驱逐出境 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他 大林走投无路 只能找到曾孙 请求他把自己偷渡到邻国 这正巧也是曾孙所期望的 在偷渡路上 曾孙不慎摔倒 手掌撕开一道裂口 大林会贴心地给曾孙包扎 到了晚上 当曾孙感觉冷的时候 大林也会给他取暖 紧紧抱着他 曾孙这才明白 大林这人嘴虽然很臭 但始终很关照自己的儿孙 曾孙回想一路上驶的伴子 不禁心生愧疚 在抵达边境前 即将离别直接 曾孙还是忍不住 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其实大林现在所遭受的坏情况 都是曾孙刻意造成的 大林文言暴门 一拳掀翻曾孙 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 敲米搞破坏的二五仔 然而他的声音太大 引来了边界巡逻官的注意 不得已大林只能把曾孙打晕 然后找到一把T恤刀 把大胡子全都剃掉 因为他的外貌和曾孙一毛一样 所以他反过来 把曾孙举报成了自己 替代自己被驱逐出国 晚上大林回到家 他拿起族谱 连番打击不禁让他想要怀勉过去 翻页的时候 一张纸从书页里掉了出来 是一幅画 原来曾孙一直鼓刀着的案名称 竟然也是为了怀勉失去的双亲 曾孙何曾不想振兴家族 只是为守卫剿缺乏勇气 大林终于明白 自己不该嘲笑曾孙 打击他的梦想 与此同时 曾孙已经被遣送回老家 他见识到了这里的破败 一百年前 自己的曾祖父 就是从这个破嘎拉地 一路奋斗 来到了大都市 他的骨子里天生有一股 勇往直前的劲 他也曾轻烈地瞧不起大林 但现在他明白 这份坚定的勇气 正是他所欠缺的 很快大林找了他 互相之间都对对方有了了解 他们诚之道歉 完成了破冰 祖孙俩也决定重返大都市 他们可以携手一起卖泡菜 不只是烟黄瓜 靠着曾孙的技术 做泡面都不是问题 如果是你 成功穿越到了一百年后 你觉得怎样才能像大林一样 发家致富走向人生巅峰呢